谢谢大家 大家这个在周六的晚上 又来到我们北美华人健康基金会的公益讲座 那今天呢 我们是又非常荣幸的请到了 董律师和刘律师来帮我们继续 这个遗嘱方面的公益讲座 今天呢 我们要讲到的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 这么一个内容 就是遗嘱的执行和遗嘱的认证程序 我话就不多讲了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边屏幕下方的这个对话框里 或者是留到最后呢 举手来问两位律师 关于您心里有的问题 好的 那现在呢我就把这个麦克风呢 交给董律师 由他来开始今天晚上的讲座 谢谢大家 董律师您可以开始吧 好的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 又再次来我们的讲座 今天呢 我们要讲的内容呢 是遗嘱执行与遗产认证程序 那么首先还是免责声明 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讲座内容呢 不作为单独的法律建议 只是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方面的法律内容 那么假如说以后有一些法律法规的变更 那么以导致这次内容不再是更新的一个状态的话呢 还请您去聘请您的律师和会计师 来对您做一个专业的一个答复 那么这是我们的团队二维码 那么我话不多说 开始进入主题 那今天呢 我们主要讲的三点内容 首先呢 是遗嘱执行人的职责 然后呢 刘律师会跟大家分享遗产认证流程 和如何合理的节省安省的遗产认证税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遗嘱执行人的职责 那么遗嘱执行人呢 在这边又称作estate trustee 那么大家肯定都会有疑问说 那我亲人离世之后 那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呢 就是在安省在加拿大 那遗产呢 该如何处理 税务上有哪些法律要求 那哪些事情是必须要马上做的 然后哪些是可以稍后往后排的 那要按什么顺序来做这个 执行这个遗产的管理 那我们进入主题 那么首先呢 遗嘱执行人呢 是负责管理和分配遗产的人 那我们都会建议说 大家在生前呢 要立好遗嘱 那么遗嘱里面呢 就要写明说 您希望谁来执行您的这个遗产 那在您选择这个遗嘱执行人的时候呢 您最好指定的这个人呢 跟您很亲近 了解您的 就是了解您的生活状态 并且呢 您觉得他会尊重您的 在遗嘱里面的这些意愿 那么这个遗嘱执行人呢 最好也能获得您的家人 和这个遗产继承人的信赖和尊重 以防止日后呢 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那么这个执行人呢 他最好还有一些基本的这个税务和理财常识 因为他毕竟呢 要管理一大笔遗产 来进行分配 还有一点就是说 最好这个执行人是能跟您 是居住在同一个省份 这样呢 方便他管理所有的这些财物 那我们现在就是开始 逐步来看这个遗嘱执行人 他需要做的事情 那首先第一步 要先找到这个遗嘱 要看说这个死者生前 他有没有立过遗嘱 或者有遗嘱附录 那么如果找到遗嘱的话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审查这个遗嘱的内容 那遗嘱里面呢 会确定说遗嘱的执行人是谁 由谁来分配这些遗产 那么通过遗嘱呢 我们也能了解这个死者的遗愿 那接下来就是说 比较紧急的事情呢 就是说这个死者的葬礼 那么这里面可以简单说明一下呢 就是说遗嘱执行人 是有权利和义务来安排这个死者的葬礼和安葬 但是有的人 假如说遗嘱里面立遗嘱说 我要葬在那儿那儿 然后是一个特别豪华的一个地方 但是他其实胜在的遗产 并不能满足说 他这个豪华的这个安葬的这个仪式的话呢 那么遗嘱执行人是没有义务 一定要遵循这个遗嘱里面的这个决定的 就是只要他这个安葬的这个费用是合理的 并且满足这个意愿就可以 那么还要看这个遗嘱里面 有没有说关于器官捐赠的这个愿望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希望说自己去世之后 自己的器官呢还可以就是用到其他人身上 这样就是有这样的愿望 那我们也要就是赶紧看一下 那假如说我们找遗嘱的过程当中 发现并没有遗嘱 然后也不清楚说这个去世的人 他有没有立遗嘱 那这样的情况呢 家属要尽快的向法院申请 来指定这个遗产执行人 因为如果法院没有任命这个遗产执行人的话呢 遗产是一个冻结的状态 就是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来分配这个遗产 那第二步呢 就是办理这个死亡证明和死亡证书 那死亡证明呢 一般呢是由这个殡仪馆的馆长来出具的 那么死亡证书呢 是另外一个政府会出具的文件 那么首先呢 就是说人在去世的时候 医院的这个医生 或者说是这个验尸官呢 他会首先做一个 Medical Certificate of Death 就是说一个医学的死亡证明 那么拿到这个证书之后呢 殡仪馆的馆长和这个亲人 这个去世者的家人呢 还要签一个State of Death 就是说声明这个人在某某某日 去世了 然后死因是什么 那把这两份文件要给地方的这个政府 政府就市政的这个Clerk 这个怎么说 职员 那他会来就是记录在案 然后呢 相当于在省政府的这么一个系统里面 就会有这个去世者的这个死亡信息 那么大概要12周的时间呢 这个才会注册好 然后这个证书呢 是因为在做这个遗产分配期间 那有一些政府部门 或者是一些机构呢 会要求这个遗嘱执行人 出具这个死亡证书 那他才有权利说来动这个死者的遗产 那这个死亡证书的话呢 是可以在网上直接申请的 那么第三步呢 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遗产执行人呢 要做的呢 就是要收集信息和文件 那么首先他要看这个死者 他生前的收入 然后清点他的资产 然后包括清点他的债务相关文件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确保这个死者的这个资产是安全的 比如说一些贵重的物品啊 他到底在哪 是在保险柜里还是在家里 那么都要把它们就是收集起来 那假如说有一些易腐烂的物品 或者说有一些移动资产 那包括如果是有农场的这种人 那他可能就是有一些牲畜啊 农作物啊这些呢 他的遗嘱执行人是都要关照好的 那么关于文件方面呢 要看这个死者近三年的纳税申请表 就是我们每年报税之后 我会收到CRA就税务局给我们发的 Notice of Assessment 这样可以看到这个去世的人 他的收入情况 然后这个去世的人 全部个人账户的这个银行信息 那包括他的储蓄账户 理财账户 股票基金 包括有没有Life Insurance 这种人寿保险啊等等 这些所有信息都要收集起来 那再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去世的人 在去世当日 他名下的房产车子 比如说他也有船啊 或者一些贵重的物品收藏品 那都要找评估师做一个评估报告 然后以评估出来 就是在他去世当日 这个市场价值是多少 那我们还要找这个债务信息 比如说他房子上的贷款是多少 车子有没有贷款 然后信用卡债务 包括有没有个人的这个债务 我们都要把相关的文件给收集起来 那其次呢 我们还要去收集这个 遗产受益人的信息 还有试者家属的信息 包括他的法定权名和试者的关系 还有联系方式 那么我们也要看说这个去世的人呢 他生前有没有婚约 就是有没有婚内的协议 或者说他如果是分居状态 有没有分居协议 那他有没有对任何人 有这个赡养义务存在 那赡养协议这些呢 信息我们都要收集到 那我们已经拿到了所有的信息 那我们下一步呢 就开始进行这个遗产认证 那遗产认证的话呢 我们要提交一个认证申请 并且要缴纳这个认证税才可以 那法院认证之后呢 有遗嘱的情况下呢 会颁发一个有遗嘱的这个 遗嘱执行人的证书 那没有遗嘱的呢 法庭是会指定一位遗产执行人 然后同样也会颁发一个 这个遗产执行人的证书 那么具体这块我不做过多的讲解 一会儿刘律师呢 会详细的再做进一步的讲解 那下面呢 我们就要设立这个账户 就是Estate Account 那就是说 这个死者虽然人已经过世了 但是呢 他的遗产呢 是可以单独开银行账户的 那我们要给他这个遗产 来单独设立银行账户 那在开了这个新的 这个遗产的银行账户之后呢 我们要关闭死者生前的所有的这个银行账户 然后并且将死者生前账户里的存款 包括金融投资类的这些资产呢 都要转移到这个信托 就是遗产的这个Estate Account 遗产银行账户里面去 那这个账户呢 就是由遗产执行人 也叫遗嘱执行人 来代持管理 那这个执行人是有义务 要保护这个资产 并且止损 就是说他不能随便用这个遗产 这账户里面的钱 或者是不能乱投资 就是要控制风险 他可以做投资 但是呢 他没有义务说一定要让他增值 但是呢 一定就是尽量要有一个 义务说不要让他有损失 那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申报这个安省的 叫Ontario Estate Information Return 那这个是遗嘱执行人 在拿到这个遗嘱执行人 证书之内180天 一定要做的一个申报 这个在网上就可以直接做 然后再下一步呢 就是跟税务相关的一些事情 那第七步的话呢 我们要申报这个 去世人的这个Final Tax Return 那这个呢 就跟我们每年 要报税是一样的 就报个人所得税是一样的 那这个Final Return呢 报的是这个去世的人 从1月1号到去世这一天 他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的收入 作为一个这个收入的报税 那么假如说这个去世的人 他在生前呢 有几个年份没有报税 或者一直没有报税的话 他必须把之前的这个税务 全都补齐 都要报期 那么在这个个税报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跟这个CRA 来申请一个 Clearance Certificate 那就是说 我们报完Final Return CRA就是税务局呢 会发一个 也是一样的 跟我们平时报个税一样 会发一个Notice of Assessment 那么我们拿到这个 Notice of Assessment之后呢 执行人就可以跟CRA 来申请Clearance Certificate 就是一个清税证书 那么我们只有拿到清税证书之后 这个遗产执行人 才能开始分配遗产 这里就是要敲黑板 就是说 假如这个执行人 他没有拿到CRA 税务局的这个清税证书 就擅作主张 就先分配了遗产的话 然后后面CRA查出来 说这个遗产是有税务欠款的 那这个税务局 是会追责到这个遗产执行人 那遗产执行人 他这个本人个人呢 是有这个义务 要赔偿要缴纳的 那我们前面这些步骤 都做完了之后 我们最后还要给这个遗产 做一个报税 这个就是说 遗产本身呢 它也是一个单独的报税实体 那么从过世 就是去世的人 去世当日 到遗产分配完毕 这段期间 那每年呢 这个遗产都要做一个单独的报税 也就是说 其实根据这个遗产的数额的大小 和这个遗产种类呀 复杂程度 它报税的时间 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呢 有可能是一年 也有可能两年三年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遗产 每一年在这期间 都要进行一个报税 那这个从过世当日 到遗产分配完毕 这段期间呢 也会产生一些收益 比如说 它放在这个账户里面呢 可以做一些投资 那么就会产生一些利息 那包括它的动产 或者不动产呢 在这个期间 也有可能有增值 那包括它一些房屋 有出租的话 有租金 然后还有这个 CPP Death Benefit 这些东西呢 都算作 这个遗产的一个收入 要由这个遗嘱执行人 申报 那好 那我们终于终于 到了最后一步 就是说 我们把税全都清掉了 那可以分配遗产了 那这个前提就是说 我们缴清了所有的税务 拿到了清水证书 那我们还要保证呢 我们已经缴清了这个死者 在生前的所有的债务 那为了保证这个情况呢 这个虽然不是说 法律上的硬性规定 但它已经成为一个 不成文的一个标准 就是说 我们要在本地报纸 连续登报三周 来告诉大家说 某某人 在某一天他去世了 那么假如说 您是这个人的债权人 那您要及时联系我们 就是来保证我们 从遗产里面 把您的这个债务给付清 那这个目的呢 就是说确保 没有遗漏的这个债务 然后没有日后呢 遗嘱或遗产的相关纠纷 那假如说 没有做这个 本地报纸 登死讯的这个事情的话 那很有可能发生的 就是说 遗产执行人 他并不清楚 这个死者 他还有一笔债务 没有还清 然后呢 这个债权人 他也不清楚说 这个人已经去世了 那么可能在这个遗产 已经全部都分配完了之后 突然意识到说 这还有一笔欠债 那这种情况 就会产生纠纷 那遗嘱执行人 是会有责任的 那当我们 这几个前提 全都完成之后 那我们可以开始分配 给继承人 这些遗产 那么分配之后呢 我们要确保说 继承人给我们签了收据 并且签了 适当的免责声明 那在最后一步呢 其实就是说 遗嘱执行人 因为做了这么多事情呢 是可以要求 有这个相应的酬劳的 那么法院呢 有认可的一个酬劳的 一个标准 那大概呢 它是在这个 遗产额的2.5%左右 当然了 其实一般会建议说 在遗嘱里面 将写明 这个遗嘱执行人 他能拿到的酬劳的 这个金额或者百分比 那这样的话呢 就防止说 日后 这个主执行人 比如说 他不想承担 这些义务和责任 然后呢 他也就是 不想担这些风险 然后 或者说 他对酬劳上面 有任何的意义 那都会产生一些纠纷 那最后的最后呢 就是说 这个遗产执行人 他在管理 所有这个遗产的流程当中 他在每一步 都要保留一份详细的 遗产财务收支报告 那最开始的时候 在收集信息的时候 我们就要收集了 各项遗产信息 各项负债信息 那么后面 我们开始处置分配的时候呢 我们要记清楚 各项遗产呢 是如何处置分配的 那包括 比如说 他放在这个遗产账户里面 做了投资 有收益 那么产生了多少收益 那么在整个管理 这个遗产的过程当中 交了多少税 产生哪些费用 比如说聘请会计师 聘请律师 产生了一些额外的费用发销 那他所有的这些都要列清楚 那么在遗产分配结束之后呢 最好呢 是将整个的这个财务报表 给所有的这个继承人 进行审院和签字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防止日后继承人说 你作为执行人 你没有就是好好来做记录 然后是不是有哪笔钱 说不清楚 就是会很麻烦 那我们来保证 所有的这些收支呢 都很详细的话呢 就可以帮助解除 最后这个遗产执行人的责任和任务 OK 那我讲了这么多呢 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个遗产执行人的职责呢 是非常的有压力的一个过程 那么其实并不是说 遗嘱里面指定了一个人 做这个遗嘱执行人 他就必须一定要承担这个义务的 但是呢 假如说您拿到遗嘱之后 发现您被指定为这个遗嘱执行人了 但您不想当这个执行人 那您在处理任何遗产之前呢 就一定要跟这个亲人 就是跟去世人的亲人讲清楚说 我不想当这个执行人 就是您是可以自愿说 辞掉这个职责和义务的 但假如说您在辞掉这个职责和义务之前 就已经做了一系列的事情了 那很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些 这个责任 再有一点呢 就是说 这整个这个过程呢 其实它是需要 很多团队支持 比如说 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呢 您可能需要聘请专业的律师 然后来对这个每个步骤进行一个把关 那您还需要这个聘请会计师 那也是在报税的过程当中 该如何计算这个税负啊等等 都需要这个专业人士的帮忙 然后所以说就是请大家就是说 如果遇到相应的问题的话呢 就是可以及时的跟这个专业人士联系 那么我现在把麦交给刘丹律师 他会继续给大家讲 好的 我先把我的屏幕给大家share一下 好的 认证程序以及如何去节省安省的遗产认证税 首先呢 谢谢董律师刚刚详细的介绍 然后呢 我们也 我在这里也给大家补充一点 就是说在立遗嘱的时候 其实我们大部分会建议客户 立遗嘱的时候呢 不仅有第一遗嘱执行人 还要再指定一个第二个遗嘱执行人 也就是说当第一个执行人 他因为各种原因 他不能作为 不能做或者是不愿意作为您的遗嘱执行人的时候 那么你还有第二个选择 而且呢 在您指定这个执行人的时候 一定要和这个遗嘱执行人进行提前的沟通与告知 这样呢 他不会觉得很惊讶 然后呢 那么他其实可以更好的去帮你做后面的事情 OK 接下来我们先讲一下 什么是安省的遗产认证程序 遗产认证程序呢 其实也就是这样的 遗产执行人 他想要处置或者是分配这个遗产 那么必须需要经过法院的官方认证 拿到遗产认证书 那么这个去申请遗产认证书的过程 就叫遗产认证 想要拿到这个遗产认证书呢 其实需要这个遗产执行人 必须先整理好遗产清单 然后并且向政府交清遗产认证税 才可以拿到这个证书 之后再去分配和处理这些遗产 OK 好 那么关于遗产认证的程序 有几个注意事项 首先第一呢 就是他不管是这个试者是否有遗嘱 都是需要遗产执行人证书 才能去分配这个遗产的 那如果有遗嘱的话 那么则是由试者指定的遗产执行人 去申请遗产认证 这个遗产认证的程序呢 会更加简单 然后耗时呢也会比较短 而且花费的费用也会少 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这个遗产的话 是可以按照这个试者的意愿来分配遗产 但如果没有遗产的话 那就需要这个试者的家人 自行向法院去申请成为执行人 最终呢 由法院来指定 因为如果说只有一个申请的话 可能这个程序会简单一些 但是如果有多个人都想成为这个遗产执行人 那么法院的审理过程就会变得更久 那么一般的话 这个过程至少要半年以上 因此的话 这个遗产程序会更复杂 时间更长 费用也会更高 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说既然你没有遗住 那么遗产的分配 只能按照安省继承法的法定继承规则 来去分配了 那么这里面也给大家讲一下 在加拿大呢 处置遗产的平均时长 大概是16到18个月 那如果你的遗产规模越大 构成越复杂 那时间就需要的更久 根据这个数据表示呢 如果说在是您的这个遗产价值 大概是在25万左右 那么整个处理的周期是14个月 但如果是500万以上的遗产 那就需要更久 40到45个月 那就将近4年以上了 而且这个过程就是 如果有遗嘱的话 那么会更快 没有遗嘱的话 就肯定会比这个时间要更久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节省安省的遗产认证税 董律师其实刚刚有提到 这个遗产认证税的税率呢 是5万以下的部分呢 是免税 不用交任何遗产认证税 但如果是超过5万的话 这一部分的钱呢 需要交1.5%的遗产认证税 也就是大概如果说是 1万块钱的遗产 就需要交1500的遗产认证税 好 那么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去节省这个认证税 就要看法律规定里哪些遗产是不用交遗产认证税的 那我们尽量把我们的财产归类在以下几个方面 这样就可以避免去交这个遗产认证税 首先第一个呢是安省以外的房产 例如说在加拿大其他省的 或者是在海外的房产啊 这些都是不用交安省的遗产认证税 第二个呢就是联名资产 联名资产呢分联名银行账户和共同共有的房产 那么联名银行账户相信大家都已经对这个非常熟悉了 就是说只要是两个人联名共有的这个银行账户 一个人去世呢 那么这个联名银行账户里的钱就自动归属于另外一方 第二个呢是共同共有的房产 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也提到过 联名持有房产呢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岸分共有一种是共同共有 共同共有的话就是说如果其中一个人去世 那么这个房子的全部权益就会归属于另外一方 但如果是岸分共有的话就不是了 岸分共有的话就假如说这个去世的这个人 占有30%的利益 那么另外一个人是70% 那如果拿30%产权的这个人去世了呢 这30%不会自动归属于另外一方 而是作为他的遗产去处理 那么他遗产怎么处理就是看他有没有遗嘱 有遗嘱按照他的遗嘱来 没有遗嘱就按照安省的这个继承法的法令规则 来去处置 第三个类别呢是有指定受益人的投资理财账户 或保险账户 例如你的RSP或TFSA 或者你的人寿保险等等 只要这些账户有这个指定受益人的这个功能 并且你做了的话那么不管你这些账户里有多少钱 等你拿 等就是这个去世的人 他离世的时候 他的受益人去买取这些钱 是不需要经过遗产认证 也不用等任何的时间就可以立刻拿到这个钱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遗产规划的一个策略 很多人他其实是会有这些投资理财账户 但是呢他不知道 这个账户我还可以指定受益人 所以说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去跟你的这个投资顾问 或者是理财顾问等等 或者是去银行问清楚 谁帮你开了这个户 你就问他说 我这个有没有指定受益人的这个功能 就是如果有的话我现在就要指定受益人 如果你不指定的话 那么到最后这个账户所有的钱都要交遗产认证税 OK 另外一种可以避这个避税的方法呢 是设立多份遗嘱 一个是primary view 另外一个是secondary view 就是一个主遗嘱和负遗嘱 那么在安省的话 其实是允许大家去立多个遗嘱 那么我们会在primary view里放 必须要经过认证的遗产 而secondary view里边是放一些不需要认证的资产 也就是说他这个政府呢 根据这个财产的类别 来去允许你放在主遗嘱或负遗嘱里面 那么主遗嘱里面的这些财产 例如说你的房产 你的银行账户和你的车啊 船啊等等 还有就是没有指定受益人的投资账户和保险账户 就是这几类的财产呢 他必须得放在primary view里边 他不能放在这个secondary view里面 OK 然后secondary view里面呢 主要是一些 例如说没有登记在您个人名下的资产 言下之意就是说 如果你买了一个房子 你让他人递你代持 那么在法律意义上 其实就是登记在别人的名下 所以其实政府也查不出来 那么这种就是 你是可以放在secondary view里面去 好 第二种呢是没有担保的借款 意思就是说 例如说朋友之间的这种借贷 并且你没有在他房子上去注册任何贷款抵押 那这种就是属于没有担保的借款 还有这个私有公司的股份或分红 例如说您拥有一家公司 那这个公司的股份 它也是有相应的市值 那么你也可以把这个股份 放在secondary view里面 去分配给你的子女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交遗产认证税了 还有现金 现金的话仅仅是指说就是在你家里的啊 就而不是说是在银行保险柜里的 因为等这个一个人去世了的话 他银行保险柜是没有这个遗产认证书 是没有人有这个途径去拿到的 但是你在家里的这个现金 那就也是可以放在这个secondary view里面 好最后一部分呢就是个人物品啊 家具或者是珠宝收藏品等等 也可以放在secondary view里面 以达到可以避免交遗产认证税的这个目的 并且呢这一部分的其实财产它的价值也是很可观的 因此呢其实可以做好这个遗产规划 来去节省很大的一笔费用 好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放了一个这个例子 就是说假设有一个人一个人去世了 那么他名下有以下财产 那么我们就是通过这个表给大家说 到底哪些用交税哪些不用交税 那如果说是要交税的那一部分 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去合理避税 好第一个呢就是个人名下的银行账户 这个无论你有多少数额 它其实都是要交遗产认证税的 不管是你不管是check-in账户 还是你的saving还是你的GIC投资账户 都是一样的 第三个呢 OK第三个是联名银行账户 这个其实就是在我们刚刚讲的 联名银行账户的话 一个人去世了的话 这个钱就自动归属于另外一方 所以呢这个钱已经不属于你的钱了 那你也不也不是你的遗产 所以你也不用交这个遗产认证税 好第四个是如果是生前借给朋友的欠条 然后但是呢没有任何抵押担保 这个如果数额是10万的话 那你也是要交遗产认证税的 按照10万的数额去交 第五个是RSP账户 但并没有指定受益人 那如果你指定的有受益人 那你可以不用交这个税 但是你没有指定 不管有多少钱 你都是要交的 下面的这个例子就是说 假如说你TFSA账户里面 有50万存款 但是呢你指定了受益人 那么在您去世的时候 这一笔钱 这个50万是不用交任何税的 好股票的话 也是股票和银行账户是一样的 所以都是需要交这个遗产认证税 私有公司的股份也是 好二手车 就是说二手车的话 它是您需要找这个评估师 按照这个趋势的这个人 当天的市值来去计算 那么市值是多少 你就按多少去交这个遗产认证税 好 第十项呢是人寿保险 人寿保险 假如说你买的一个保额是100万 那么在假如这个人去世了 那保险公司在赔付的时候 其实这个100万是不需要交任何税 就可以直接由受益人拿到这笔钱 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他会去做这个保险 就是因为这个受益人 很快拿到一笔钱 他就可以去 例如说 因为这个遗产呢 在拿到遗产认证书之前 是不可以被分配的 那么但是债务会继续累积 所以如果说你的受益人 能拿到一笔保险理赔金的话 他可以用这个钱先去把这些税交了 然后继续后面的一个流程 然后也能避免你的 例如说有些房子 没有正常还款 导致银行拍卖的这种情况 都是可以避免的 第十一个就是说 安省的自住房 假设你有一个自住房 它的市值是150万 目前房子上还有贷款是50万 那么交这个遗产认证税的时候 就是你的自住房的市值减去 还剩下的贷款 就是你真正的你的资产 也就是100万 所以这是这100万 是需要用来交税的 OK 安省的投资房 如果说是同样 假如这个投资房 它的市值100万 上面还有50万的贷款 但呢 这个交 遗产认证税的数额 还是按照100万算 而不是说用100万减去50万 贷款只交50万 因为呢 根据安省的这个法律规定 只有自住房的贷款 是可以用来减免的 但是投资房 它如果有贷款 也并不能减少 你交这个遗产认证税的数额 好 如果是魁省的投资房 那么 是安省以外的资产 所以说是不用交任何 遗产认证税的 还有珠宝 首饰 艺术收藏品等等 假如说有价值100万 那么您这个100万 就要按照1.5% 去交这个遗产认证税 那么综合以上 假如说这个人 他去世了 左边是他这个市值的清单 右边是他遗产的数额 也就是说 如果说是405万的遗产总额的话 那么前5万是免税的 后面400万 是要按照1.5%去交税 那要交的税的数额是6万块钱 好 但如果说这个适者呢 他就是说生前就很有意识 提前做了这个遗嘱规划的话 那很多税也是可以去避掉的 比如说您个人名下有的这些银行账户 如果您很信任您的配偶 或者是您的孩子 你可以把这个银行账户 做成联名银行账户 这样的话就不需要交遗产认证税了 如果说是您生前借给朋友的这些钱 等于是一种私贷 他没有任何担保的这种借款 你可以制定双遗嘱 把这一笔借款放在双遗嘱里面 这样的话 他也是可以不用去交这个遗产认证税 好 那么如果你的RSP没有指定收益人 那就像如果您今天听了我们讲座 有了这个意识 去指定了收益人 那么其实无形中也省下了很多钱 好 像如果说您有私有公司的股份 那么这个股份的价值可能是无限的 那您也可以把这个私有公司的股份 放在双遗嘱里面 去分配给您的子女 这样的话也可以避免交遗产认证税 好 二手车的话 如果说您自己是做好决定 也可以考虑在生前就赠予给您想要给的这个人 因为您生前如果赠予了的话 这个钱就不是您的了 当然也就不是您的遗产 也就不用交遗产认证税了 好 人寿保险这个就是肯定是有受益人的 所以不用你额外再去指定 好 那么像安省的这个自住房啊 或投资房 你都可以以联名的方式去持有 这样的话 你假如说您不在了 那您的配偶可以自动承接这些产权 那么之后他再考虑再分配给自己的孩子也好 或者是把这个房子卖了也好 他就有很大的这个自由材料权 那么也就不需要 一定要经过这个遗嘱认证 交了这个税之后 再去分配 好 然后珠宝首饰和艺术收藏品啊等等 还有就是咱们个人用品以及家具等等 也可以放在双遗嘱里面 去节省这个税 好的 我们今天讲座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把你们的问题放在我们的这个对话栏里 我跟董律师呢会一起为大家来解答 谢谢两位律师 特别精彩的这个讲解 又让我个人的受益呢 飞浅 那我原来不知道 这个退休 注册的账号上边 是可以再放更多的这个受益人的 因为我通常都是放先生 那如果我要是把孩子也放到上边 是不是也是免税的 对就是您只要有指定的受益人 那么他们就不管是先生拿还是孩子拿 总之是就不需要交这个税了 太棒了 太棒了 这个是没有想到的事情 非常感谢 那我看有朋友已经举手了 我们先来让这个举手的朋友给先来问问题 好吗 刚才举手的那个laptop那个朋友 您可以问问题了 您好 那好 还没有想起 刚才一下断了 那个 OK 好 那您说吧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 一个呢 就是说 这个自住房 如果是作为遗产 就是说 这个人也去世了 那么 你前面那个表里面讲了一个策略 就是说联名 那么这个受益人 他本身就有房子 那么这个房子再跟他联名 是不是这个中间还会产生一个税收问题啊 嗯 对的 就是像您提供的 您提的这个问题 跟我们这个对话栏里 这个说 自住房可以跟孩子联名吗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是为什么呢 因为就假如说 这个孩子 就是您假如说 要联名的这个房子 是您的自住房 那么在安省 就是说 只要是你的自住房 不管他增值多少 你都是不用交这个增值税的 对吧 但是如果说孩子 他自己也有自己的自住房 那这个时候 你又把他 加在了这个房子上 就是作为联名持有人的话 那么对于孩子来讲 你的这个自住房 其实是他的投资房 对吧 那么 从你加上他的名字 这一天起 到他卖出去这个房子 这期间的增值 他是要交这个增值税的 所以说这个联名持有房产的 这个策略呢 是要谨慎来使用 这也就是为什么 你在做遗产规划的时候 你一定需要你的会计师 理财师 还有律师 一起为你去制定策略 因为整一个过程 就是说 税务是占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一定要先和会计 先跟律师沟通好 你有哪些财产 然后你是想怎么分配 那么我们会给你一些建议 然后呢 你再去跟你的会计师去核对 说OK 我这么做 我的税务的后果是什么 那么我有哪些需要调整的 嗯 就是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刚才讲 如果是联名 他本身有房 这中间就会产生那个增值税 那么这个增值 这个增值的这个部分 他是怎么来界定呢 那么就是说 你联名是在这个人去世以后 本身就对这个遗产进行了股值 还是在这个股值以后的那个部分 作为增值的部分呢 他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得看他两个节点嘛 就是说对于 对于这个去世的人来讲 他无论这个房子购买的价格是多少 和他去世的时候 这个房子市值是多少 他都是不用交这个增值税的 对不对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 假如说您是在去世前一年 把这个孩子的名字加上了 那当时这个房子 咱们说一百万 对不对 那等于孩子联名的话 就是这种 John Tenant的方式 其实就是默认百分之五十五十 所以意味着这个孩子在接受 就是他在拿到这个房子的 加上他名字的时候 他名下这个房子 是不是值五十万 对不对 对 然后来到他继承 他继承了之后 他可能不会那么快就卖掉呀 那是 对啊 他例如说等到他将来有一天 他想卖了 他卖到一百五十万 是不是 那但是他卖一百五十万的时候 这个房子就只是他自己的了 嗯 那所以他就是得一百五十万 那就是五十万之后的那一部分 作为增值部分 是吧 对 是的 好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刚才讲到了那个银行的那些注册账户 那些账户呢 比如说有RRSP 还有那个tax free account 那么在这个人去世之前 比如说夫妻商方有一个人已经去世了 那么剩下的这一方呢 可不可以要求银行再重新啊 那个指定受益人 那么这个指定的受益人有可能就是遗产的继承人 可以吧 对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是吧 比如说 比如说丈夫或者妻子去世了 那么剩下的那个人他就会想到这一点 那么就把儿子或者是孙子指定为这个受益人 这是可以的是吧 对 那么这样指定了以后 以后就不会产生这个遗产税 对吧 对 是这样 好了 谢谢 谢谢那个刘老师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如果这个join这个tendence 其中一个人他自己有一栋房子是在 他自己和他的配偶有一栋房子是在安省以外的另外一个省的话 那这个又怎么算呢 他是这样的 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在等于说你的意思是他其实不是在安省主要居住 他是在其他省对吧 对对其他省份主要居住 但是呢他在安省呢他和他的母亲呢就是join他人 那他母亲这个房子呢就是一个一个呢一个呢是他的primitor是他的主住屋另外一个呢就是投资屋都有他的join那这两种情况 咱们就是分还是分两个人来看嘛 第一个对于这个母亲来讲那这个是他的自住房对吧 然后他又把这个儿子加上了名字那等于他是这种联名持有那确实是不用交这个遗产认证税 这笔钱确实可以省掉了 但是对于儿子来讲他本身有一个自住房对吧 那他跟母亲都有的这个就是属于他的投资房 其实这个问题又回到了跟刚刚就是刚刚前面的老师提问的问题是是一样的 就是那因为这个增值税不是光在安省有 他是加拿大全国都有 哦全国都有 对所以其实是一个问题 好的谢谢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就是那个空置房啊 他不是现在那个表格他我看到有四个 一个是 Parameter Parameter Occupant Parameter Occupant 这是什么意思 后面呢租客啊什么组合入住啊 我都知道 第一个这个Parameter Occupant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他是这样 就是说你这个房子如果不是空置的话 那就主要是分两种类型 一个是Parameter Occupant 就是说 屋主自己在住 对吧 第二个就是你就出租了 或者是说你的家人在这住 嗯 就这几项 像像其实您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会儿其实也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 啊到2月28号呢 这个就是到了多伦多空置税的一个报税的截止日期 如果您没有申报的话 那么政府呢就会默认为您这个房子是空置的 那他就会按照你这个房产估值的1%去收你的空置税 啊 所以这个事就是其实去年我其实我们也会跟客户讲说要报 但是很多人还是忽视了 到最后再来找我们就说啊 你来帮我们跟政府去沟通 我们是忘报了 然后呃就是疏忽了等等 呃这个首先你话律师会不说 其次我们能不能帮你伸 就是申诉成功啊 这还还有一说 因为如果你要是有充足的证据 例如说你所有的水电网账单哈 都有这个消费记录啊等等的 那确实你在这住 那人家政府也不会那么无情 但是你要是说你你你可能有 有时候住有时候不住的这种比较复杂的情况 你这钱可能就是拿不回来了 所以说如果大家在多伦多市 多伦多市呢也就是说这个Downtown啊 对吧 释迦堡啊 呃还有这个一桃壁谷啊 这些这几个 呃只要您在多伦多有房产 那一定要记得去报这个控制税 呃 这个大多伦多不算是吧 对密西沙加呀 马尔卡姆 Richmond Hill或者是Aurora 就是其他的这些单独的市 他们是不需要去报的 那就是这个Permit Permit Occupant 他呢呃我看中文翻译就是说是允许居住者 是不是不是不是亲属也可以算的 你比如说您是就是这个Owner允许这个人在这住 就可能是你不收钱的这种 啊 啊 明白了明白明白明白 我猜一句话 我们是自己住在里头并没有控制 也都要报控制税吗 对也要报 就不管你的房子是出租还是自住 没有出租就自己住 也要报 好谢谢 谢谢大家 那个现在呢我来说下边的可以提问题的 好那现在呢就是刚才有一位举手的朋友您先提 另外一位呢就是Sophie在对话框里问他也要提问题 好那我们现在先请举手举了半天的这位朋友先问 然后呢就是Sophie后边呢我们可以在接下来再去请其他的朋友问问题 谢谢大家 嗯 那那个举手的这位朋友您可以问了 啊 我就我主要是想请教一下这个我注意到你说了这个啊 共同账户联名账户这个是没有遗产认证税的 但是呢这股票这些呢是有遗产认证税的 但是如果我知道比如说我这个在这个人去世的时候 我把这个股票 因为我有这个有密码什么都有嘛 我把这股票全卖了 我变成这个变成然后把钱放在银行这个联名账户账 我不是这个股票就就就就没有没有这个问题了吗 是不是政府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规定或者防范的 还是我就可以这样做 我就把股票全卖了 这个人去说股票全卖了 转到全部转到我的这个联名账户上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首先这个事要做的话 只能这个去世的人在他生前自己去做 你不能代替他去卖这些股票啊 然后如果他去世的话 这个钱其实你是不能动的 因为就是说这个人一旦去世 他名下所有的资产银行账户全都冻结了 就其实你是动不了的 而且呢就是说还有一个规定是说 这个人一旦去世不管你卖与不卖 其实在政府那看来 他就等同于他在去世那一天 就以市值就卖出去了 因为政府要去算这个人 今年就是他要交多少这个个人的个人所得税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政府登记这个人去世那天 是以那个医院报给他那一天为准吗 我知道大家前一天我我我做这个事情就可以吧 这是不是这样 还有说他有个时间限制 就是说这个人去世离这个太近了 这个人你后天去世了 你今天把这个他的股票处理了 这就不行 有没有这个时间限制 就是首先如果不是您的股票账户的话 您是不能这么去做的 你就好比说我有一个人的银行卡 我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我就去把他钱全取出来 存到我俩银行账户 这个可不可行 这是当然是不可行的 除非你有这个就是这个人他还活着的时候 他允许你这么做那当然是可以的 如果你有POA又可以 对对对 你如果有你如果power attorney 可以帮助代理这个人的财务 你是可以的 那可能医院可能还要问 因为我遇到过有人咨询我 这这件事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病人呢已经就病了很久了 医院也知道他失去了这种可以做决定的什么的 但是因为那个对方呢 有这个power attorney 所以他做任何事情都是在法律保护之下的 那换一句话 如果是同一个病人 他没有给对方任何授权 那在他明明知道他已经失去做决定的这个能力了之后 您还在他去世的前几天 哐哐哐把他的东西都处理了 那这个如果是遇到遇到这个知道内情的人把您告的话呢 那您肯定是要败诉的 对 尤其是说就是如果说受益人是多个人 对吧 对对对 那么大家就会说这个钱不应该你拿走 他本来就应该在哪了 对不对 那么会导致的结果就是可能如果有遗嘱的情况下 那么其他受益人不满的话呢 他可能会去去challenge这个遗嘱的这个有效性 对吧 那你拿走的钱您就是还是要还回来的 对对 因为严重一点的说的话 严格的讲 这个呢 属于盗窃 盗窃到了经济诈骗了 盗窃吧算 应该算 对对 他这个已经是因为我一直都在讲这个经济诈骗啊 这个这个财务虐待啊 这个呢已经进入到了财务虐待的范畴之内了 对像我们一般在定立遗嘱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也会就是说给客户一些建议 就是说你你考不考虑连着这个授权书一起去做 对吧 因为授权书又分这个医护类的和财产类的 对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大家会根据自己的情况 那如果你想做那你来立遗嘱的时候 因为本身现在你就是立遗嘱 肯定是要来我们办公室去来当面签字的 所以如果你决定要做授权书 那我们就一起让你签了 那这个授权书其实就是说 你有它 你需要用的时候 你可以用 但你没有的话 就是像刚刚曹老师讲的那个情况 确实是 就你的亲人也没有办法去替你做什么决定的 对没错 好我的理解就是 就是说只要有power of attorney 这个事先我有这个东西来后 我在前几天我就可以做这个事情 这是合法的 关键是要有power of attorney 对是的 是的 好谢谢 这个很有用 关键是您有没有授权 嗯 您是 对 power of attorney可以事先做好吗 是的 是的 好谢谢 不用谢 好的Sophie现在您可以问问题了 谢谢各位老师 我觉得今天讲的内容特别好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可能对加拿大的那个法律不太熟悉的 对大家就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我问的问题是有一些实践中的问题 然后想请问律师 我主要想问的是关于遗嘱执行人的权力和义务方面的 这件事情呢是说被继承人呢是19年的9月份死亡去世 然后呢这个遗嘱呢是内容是写明所有他个人的遗产要全部给他的子女 然后呢这是第一第二呢是任命遗嘱执行人呢是这个被继承人的哥哥 这个背景我就不说了是因为这个被继承人他本身有病症在先吧 因为有POA这些症状 所以是他自己的哥哥和他妈妈相当于是对他有一定程度的操控吧 就是他们的家人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在这个被继承人去世之后呢 这个婆家吧就拿出这个东西来 给这个配偶和子女说 我弟弟我儿子写了这么个遗嘱东西都给孩子 那么但是呢是哥哥当执行人 那么九月份去世以后呢 后来 后来这个妻子和孩子没有拿到任何认证过程中 比如说法院的一些送打呀等等都没有 事情拖的比较长 但是后来发现他的这个认证 拿到那个New Market的那个法院去做的一个这个遗嘱认证 Probate大概是12月份做的一个Probate 我刚才看到您讲解的内容 有一张说说多少万多少万的一个遗嘱 要十几个月甚至四十个月 这个被继承人他的遗产 单就加拿大本身的遗产 比如有一个房一个半房子 那么本身就不算现金各方面的话 也有差不多一百万左右 就是像这三个月他就拿到了这个New Market法院的这样的一个遗嘱的Probate 这个里边有没有可疑点 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 在转年的一月份 这个哥哥呢就把这个房子 就被执行人的这个被继承人的房子 他自己名下的不是和妻子联名的 所以他就单独就把 因为他就把那个房子卖了 卖完了以后呢 这全全都是自己做的 完全没有跟配偶商量 当时家庭关系已经很僵了 然后他就说卖掉以后呢 余下的钱呢 他就第一 他转了一部分给自己 他第一把钱全部放在个人账户 第二呢 又从这个账户里边转了一部分给自己 然后告诉这个被继承人的妻子说 因为我弟弟以前欠我钱 而且我 他生病期间我家人花了钱 所以我要偿还我自己 那他转走了一大部分 剩下的一部分呢 他就说 因为放在这个Trustee里边呢 他说 就是会花钱 所以你们就放心我 我就把它放在我个人账户中 你们需要用的时候呢 就告诉我 不需要用的时候呢 我就给你存着 我这个人品怎么怎么好 我不会动你家钱的 所以当时出现这个情况呢 因为一些原因 后来他就是 他也是没有盘 就是其实妻子是不同意的 但是他就硬这么做 过了两年以后呢 果不其然 他就开始把这个钱都转到了 他个人的比如说 GIC啊等等 然后后来呢 就不再给孩子钱了 就其中 中间一段时间 他还在给孩子钱 比如说 母亲说 OK我每个月需要多少钱 他就这样 私下口头协议 还给 大概给了一年多 后来他就突然断了 就说不再给了 同时以后就 这个关系就僵了 大概是这么情况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有点具体 就是第一 您觉得这个 您说的那个认证 和他这个法院对 遗嘱的这个认证 是不是一回事 拿到他这个执行人认证书 和那个拿到遗嘱的认证 是不是一个概念 第二个呢 就是他放在个人账户 他有多大 就是他有没有违反 本身已经违反 他的一些执行人义务 那第三就是 刚才我说的这些 种种所为吧 现在有没有情况 有没有有多大的可能性 就是能够给这个配偶和子女 一些正义的一些主张吧 大概就是这三方面的问题 谢谢 不好意思 有点复杂 没事没事 没关系 OK 是这样 您问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三个月拿到遗产认证书 跟我说的 那是不是一回事 他其实是一回事 就像我们在讲座里讲 他就是一个 就是数据统计出来的 一个平均 对吧 那么你也要看每个个案 那也有简单 与不简单 就是看他的具体情况 还有就是 他是哪个城市的 对吧 那这个案件 压程度等等 所以说三个月 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就像 我们有时候会做 例如说 New Market 或者是Aurora 就是人相对来说 比较少 而不是说像多伦多市 这个人口技术 很大的城市 那么一些15万以下的 基本上也是 大概两三个月 就能拿到 这个遗产认证书 对 然后如果说是 您刚刚讲100万的话 这个确实是 你看 不能说我们说的 那个时间 就一定是一个 时间线 因为也没有法律规定 说一定要处理多久 对吧 所以是 那么一回事 第二呢 就是说 他作为这个遗产执行人 他就像刚刚董律师 其实他讲的内容里 就会有 就是说 遗产执行人 他是要把这个 这个遗产 放在一个 Trust account里面 对吧 就是East account里面 去管理 然后他要做好 详细的这个财产的 就是进账出账 包括你所有的盈利 亏损等等 你都是要 有详细的记录 而且要报税的 所以他自己 放在自己名下 这个肯定是违规的 是违法的操作 对不对 那么 那么他的 就是说 这个去世的这个人 他的配偶和子女 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 是肯定要去打官司 去把这个钱 给要回来的 所以就是 你有这种事情 就是一定要 就肯定一个人 要给他的这个配偶 和儿子去建议 就不能说 这个钱就这样了 因为这个等于被执行人 并没有很好的履行 自己的职责 他滥用他的权利 那这个 有这个 时效的限制吗 也有时效的限制 但是呢 他是这样 就是像他们这种情况 还是要 就不管无论如何 都要上庭 因为他不是说 从这个 这个时效呢 他是从 这个配偶的 配偶和子女 知道这件事 开始算时效 而不是从这个人 去世的时候 开始算 就是说 知道被 知道这个 遗嘱执行人 耐用权利的时效 开始算 时间开始算 是两年 是吗 还是 应该是18个月 18个月 那如果超过呢 如果在这个期间 不停的在 就是沟通 和尝试去解决 直到最后断联 是从断联开始算 就或者说 或者说那 遗嘱执行人 拒绝沟通 就是拒绝在回信息 或者电话 开始算 还是说 从一开始 因为这个期间 就是说 母亲一直是尝试 去解决这个问题 通过沟通的方式 持续了很长时间 直到最后 他不接电话 不会有信息 所以这个点 怎么算 他其实就是从 他知道这件事 开始算这个时效 如果这个时效过了 那你也依然 要去上庭 因为这个事情 不是说 我时效过了 我一点 就是反还的 反击的余地 都没有了 不是这样的 就是法官 他们也是会 综合这个案子的 所有的客观情况 来去判 这个案子 到底要怎么进行 嗯 还有就是说 涉及到的这个 其实继承人 只有两个 就是都只有孩子 那么这两个孩子 都是未成年 那现在的话 他诉讼主题 应该是母亲带孩子 还是比如说 儿童律师带孩子 一般是儿童 就是说儿童的话 都是有政府指定的 儿童律师 所以说儿童律师 是作为 就是 因为其实这个 遗嘱里边 他说的很清楚 他没有给妻子 留下任何东西 他只是给孩子 那么实际上 其实母亲去打 这个只是因为 为了孩子的利益 去打 但是没有 就是在这里 争取任何一点 对就是 真正这个 诉讼的主题 就是孩子 对对对 所以如果是母亲 去请律师呢 还是说 母亲应该通知 安省的儿童律师 去由儿童律师 代理孩子去打 怎么怎么 就是首先 我们律所 是不做诉讼业务的 所以说您这个问题 我其实不应该 给您这个回答 没事没事 我有会 hold you accountable 就是想咨询一下 大概的一个 就是给我一个思路 对就这种时候 其实您应该就是 先联系孩子的 这个儿童律师 去做这件事情 而不是说 有母亲自行去决定 怎么怎么样 在这个过程中 就说 我听说一种说法 是如果涉及到 未成年人 是继承人的 那在这个 遗产被 probate的这个期间 法院是有通知 安省 那个儿童律师的义务的 以保证这个认证的过程 是没有侵犯到 这个孩子 但是这个过程中 据我所知 从来没有 那个联系过 这个儿童律师 他会涉及到程序违法 对就是这个执行人 他不管是 其实我 一开始问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问您 时间的问题呢 就是当然我理解 您说的对 有长有短 就是怀疑他说 他做过认证 那个是个假的 你知道吗 就是 其实他并没有认证 但是他说他认证 或者是怎么样 那这个就是后期在 假如说这个人 他有点怀疑 这个真实性 其实是 可以在诉讼的过程中 去政府 去核实这个 核实是吧 对对对 那当没有这个 儿童律师介入这件事情 也是不对的 也是程序 如果程序违法会 就是这个东西 从审 从新 有法院去认证 这个执行人 他就有了这种 个人责任 我可以追究 他的个人责任 对吧 比如说你没有报的税 包括他海外 还有房产 他可能都没有 完全算到这里边 这个 可允许 他就是您刚才 还提到了一个 比如说所有的 就是 就是说宇宙范围内 他的所有的个人财产 都应该算做他的 对吧 就是当时刨出 那些其他保险的 但是他没有这个清单 那他属于 他的这个职务疏漏吗 他是这样的 就是说 首先是这样 您的问题 现在 我觉得我们应该 给其他人一点时间 大家还有别的问题 所以要不然 您要不然 跟我们约一个时间 去做一个完整的咨询 因为你这个事情 他不是说 我们现在一两句话 就直接就能 给到您 嗯嗯嗯 可以可以 那怎么联系您呢 您可以这样 我们有二维码 在刚刚分享的 这个里面 有我们的二维码 您扫一下 我一会会把它 再放出来 好吗 哦 是 微信吗 对对对 哦 好好好 好 那谢谢 谢谢这位 提问提的朋友 那好的 我们下边呢 我先从这个 对话框里的问题 走 好吗 Maggie Maggie曾呢 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 遗产 遗产房 继承以后 需要交税吗 如果遗产 继承人 已有自住房的话 是否按投资房处理 卖出的话 要交 所得税吗 其实这个 这个问题 跟刚刚前两位 就是 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 遗产房继承 是指说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遗产 只有说 如果它当时 没有不是联名银行 不是联名持有的房产 那么 你想要 这个遗产执行人 可以去支配 这个遗产房的话 那就是肯定要交 这个遗产认证税 对吧 那交了遗产认证税之后 那就也 再有其他的税 就是这个继承的人 他拿到之后 你得看 这个房子是他的自住房 还是他的出租房 如果是他的自住房 那就是以后 也没有这个增值税了 对吧 但如果是出租房的话 那就有增值税 有增 就是出租房的话 增值税是肯定要交税的了 好 那咱们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有朋友说 这个 问和遗产有关的问题吧 空值税 是额外的话题 再找机会 非常赞同 那下边还有一个朋友呢 在这个对话框里问 请问什么人有资格做遗产执行人 自己的孩子可以吗 还是必须要请律师 那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就是说遗产执行人的话呢 一般都会是自己信任的人 亲亲属 比如说配偶啊 或者子女啊 或者是兄弟姐妹 来做执行人 不是必须要聘请律师的 因为律师他有自己的职责 虽然说有些律师呢 也会同意说当客户的 这个遗产执行人 但是呢 其实一般情况来说 都会聘请自己信任的人 因为像我刚刚 这个PPT里面有讲到 你在认定遗产执行人的时候 你要找一个你非常信任的 你觉得他会按您的遗愿 来分配您的遗产 并且他有执行力 他了解这个家庭状况 了解继承人的这些联系方式啊等等 您如果说随便 比如说聘请律师的话 律师可能只认识您 他并不认识您的继承人 也不认识 就是您身边的人 也不了解您的这个财务情况 所以这个执行人的话呢 一般来说都是自己信任的亲属 或者是兄弟姐妹 那如果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呢 也可以是您很信赖的朋友 是这样 好那下边的问题呢 就是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template 自己填了一个遗嘱 并且呢有两个见证人签字 请问这个遗嘱有多大的效力 其实呢这个问题呢 是我们上个月12月20号讲座的一个内容 就是关于遗嘱怎么样 有效的这个一个格式上的一个说明 那么template的话呢 安省的话是这样 就假如说您只是下载了一个template 然后您就是说 把这个所有的内容呢 确实是都写了下来 然后都打印出来 并且每一页呢 都有两个见证人和您自己的这个initial签字 然后最后一页呢 也标上了日期 也有这个见证人和您的签字的话呢 那它是会生效的 但有另一种情况是不生效的呢 是什么 就假如说您打印出来一个template 然后呢您是手动的自己在里面手写的这种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它是会认定说 您手写的那一部分是有效的 那么其他的部分呢 就是可能会受到这个法院的一个challenge 就是会也许会存在一个问题 那所以您要是保证说 您这个遗嘱确实是有效的话呢 您也可以让就是律师来帮您看一下 来认定一下说 您这个遗嘱到底是不是合规 就是这个格式是不是合规的 然后另外还要注意的是 这个见证人呢 他也是有要求的 这两个见证人必须不能是 这个遗嘱里面的受益人 那假如说您遗嘱里面受益人 是你的子女 然后您又让你的子女作为这个见证人 签了这个遗嘱的话 那他就无效了 就是所以具体情况还要具体看 好谢谢 好的 那刚才呢 那个董律师提到了 12月20号的那个讲座 我里边有提到这个问题 我现在呢 把我们北美华人健康油管账号呢 放到了对话框里 请朋友们呢 记下来 这样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过去讲座的所有的 这个录像 那您可以 这个在 或者是您登陆油管账号以后呢 直接了当的那个放在这个寻找的这个 呃 框里边呢 写上中文的北美华人健康 也能顺利的找到我们 好吗 呃 那请记住呢 可以关注我们油管上的账号呢 这样您可以拿到最新的信息 呃 好的 下边又有一个朋友问 如果孩子 房子和孩子联名 孩子将来把自己的住 自住房也卖了 只留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卖的时候不属于投资房吧 呃 就不用交税了 是吗 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如果呃 如果房子跟孩子联名 然后将来把自己的自住房卖了 只留这个房子 呃 卖的时候不属于自住房 它是这样的 税务局呢 就是说 他看你这个房子是自住房还是投资房 不是一概而论 而是说他会分一个 就是分阶段 例如说这个房子 你当时 拿来的时候是个投资房 后来你又用做呃 这个自住房了 那么也就是在你 持有他这个期间 作为出租房的时候 这一段呢 它是 从你拿到这一天 到你 自住的这一天 这期间的增值 是按照投资房 去交税 那么从你自住这一天开始 到你卖这一天的增值部分 是按自住房 是没有增值 所以它就它是分阶段的 谢谢律师 那好的 在座的朋友们 如果没有问题了的话呢 我想代表大家呢 感谢两位律师 今天给我们做出的非常 这个有效的 这个信息的这么一个讲座 包含了非常多的内容 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呢 请这个刘律师和董律师 把你们的那个二维码呢 再放上来 就让大家可以扫一下 有问题呢 可以直接的去找两位律师呢 来咨询 好不好 同时呢 我也为我们周三的讲座呢 做一个 提前做一个小广告 我们下周三 24号晚上 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链接 这一次呢 我们请来了 这个在一家大公司 做网络信息安全的专业人员呢 来给大家做一下 怎么样保护个人信息 防止信息诈骗 或者是防止这个个人的 这个identity 这个被盗用的这么个情况 好吗 谢谢大家 不好意思 我还有一个非常简短的问题 就是万一就是这个 遗嘱执行人 他就是当初时候写好了 但是后来呢 在这个 就是写遗嘱的这个人 他去世这段时间 他这个遗嘱执行人 不在 不在多伦多的话 那怎么办呢 刚刚 刘律师也有提到说 在遗嘱写这个认定执行人的时候呢 其实你是可以认定多个执行人的 就比如说 这一位执行人 他不在的时候 你还可以 就是在他不在的情况下 由另外一个执行人 来执行这个遗产 那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写遗嘱的一个策略 那么假如说 那这两个人 就都没有办法 来执行这个遗嘱的话 或者说两个人 都不愿意来执行 这个遗嘱遗产的话 那么就家人要尽快 就是跟法院去 按没有 就是按没有执行人的情况 去申请成为这个遗产执行人 来保障这个遗产 有效的进行一个 分配和管理 那我可不可以写 写三个执行人呢 第一第二第三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谢谢 非常感谢 那好的 大家抓紧时间 把这个两位律师的微信 二维码呢 扫一扫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呢 可以直接的联络 这两位律师 同时呢 这两位律师 其实也在我们 北北华人健康的第二群里 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的在群里 或者直接从群里边联系他们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因为发现有些朋友 这个临时扫码的话 可能不太方便 那我们每一期的推文 后边都有 北美华人健康小助手的 二维码 您可以随时的 在您方便的情况下 扫码呢 如果您不在我们的群里 联系我们的小助手呢 可以 请小助手呢 把您拉到 我们的群里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获得我们这边 所有的福利讲座的信息 好吗 谢谢大家 也特别特别感谢两位律师 今天晚上辛苦的分享 这个信息特别的全 而且非常非常的有用 问题回答的也是特别的到位 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多有用的信息 谢谢谢谢两位律师 谢谢两位律师和主持人 谢谢谢谢 谢谢两位律师和主持人 谢谢 好的 谢谢啊 谢谢 非常感谢大家 我现在先把录音停掉 谢谢